哎哟喂 怎么又把这个东西激活了 你好好的躲在冰柜里干什么呢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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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喂 怎么路都不能好好走的呢 熟悉的步伐 熟悉的节奏 熟悉的死法 如果你是个钟楼系列的老玩家 对于刚才看到的一切 估计会倍感亲切 钟楼最早是1995年在SFC超任上推出的游戏 创作灵感则来自于一部意大利的老电影神话 里边的女主柔弱弱弱 不会耍刀枪棍棒 只能利用环境进行躲藏 偶尔也能用一些物品重创剪刀怪 一直到结尾的地方才开动塔内的机关 彻底解决掉了这个神经病 虽说操作性不是很好 但钟楼依旧用它出色的气氛渲染 巧妙的洋管结构 以及还算精彩的剧情成为了经典 可惜该系列命运多舛 96年推出的钟楼2品质只能算很一般 未能再重现昔日的辉煌 随后原制作公司倒闭 版权流落到别的公司之手 在推出了钟楼3和狂乘丽影两个续作后 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钟楼系列的制作人和野123也早就离开了原公司 人老了容易念旧 和野123也是 此人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复活成名作 别说他还真就挺有本事的 几经努力后 于2016年真的推出了其精神续作《夜体》 并且从宣传开始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便是钟楼正统续作的意味 而且传承的是初代和二代 著名的剪刀怪也会在游戏里登场 让玩家再次体验被追着满街跑的压迫感 事实上本作的玩法与其说是正统 倒不如说是复古 一款看似用现代技术制作出来的全3D游戏 全程只能用鼠标操控 包括想要让主角前进 也得先用箭头去点击前方的路才行 没有别的方案 也因为如此 有人将其戏称为这年头还活着的老古董 我才打完后觉得蛮贴切的 因为除了画面勉强跟上了时代之外 其他的一切都仿佛梦回1995年 并没有随着时代变革而进步 神奇的是游戏在steam上发售后却好评如潮 仔细看的话 很多给出好评的人 游玩时间都达到了6-7个小时 可是给出这些评价的人 大多数都没有解排任何一项游戏成就 打那么久居然没拿到一个成就 怎么可能呢 于是大家都在猜测 是不是河野123买了水军 这些人仅仅只是把游戏开着 挂机挂了几个小时 然后按照官方给的文案大纲 写出了以上那些评价 最后据说连steam官方都被惊动了 开始调查刷好评事件 我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几乎全部的钟楼作品 因此无论这部液体有多少争议 操作有多逆天 也还是得捏着鼻子把它打通 跟大家分享下里边的种种 算是把这个系列最后的一块拼图 给补充完整吧 千奇百怪的死亡陷阱 也是钟楼系列最吸引人眼球的元素之一 所以我会在游戏的过程中 尽量多展示些主角的各种死法 给大家看的嗨皮点 液体上市的年份是2016年 故事也发生在2016年 海上的一艘豪华游轮里头 金发女孩莫妮卡喝得醉醺醺 跑出房间稍微透透气的她 跟前台的服务员埃里克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埃里克有怪癖 喜欢用剪刀剪碎步玩 时不时还会抓耳挠塞 莫妮卡仔细一看 她的后脑勺都被抓坏了一大块皮肉 顿觉一阵恶心 赶紧跑开 但船上诡异的人可不止这一个 很快她就在酒吧里 遇见了个叫维哥的大叔 此人自称是游轮的主人 而且是个独眼龙 正准备替她的假眼球消毒 可是口袋里的打火机 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莫妮卡赶紧去吧台 拿了盒火柴 帮船主大人把火点上 好了 煮你的眼球吧 坐电梯下楼的时候 遇到个奇怪的老太 嘴里叙叙叨叨的 不知道在念什么东西 而楼下的过道里 出现了个白衣服 白帽子的小女孩 一边走一边笑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 反正感觉很诡异 老远就看见哈利 站在饮料机旁边 她是莫妮卡的追求者 奈何郎友情 切无意 一心想要磅大款的女主 根本看不上 这个眼高手低的家伙 两人聊了一会儿后 哈利嘴干 去旁边的饮料机里 买瓶饮料 谁知道伸手拿饮料的同时 意便凸起 她竟然被机器给吃掉了 这还没完 下方的血水中 一个东西缓缓升了上来 不用想也知道 老朋友剪刀怪 终于登场了 面对怪物的颈椎不舍 女主却根本快不起来 她的行动完全依靠 画面上的小箭头去点击 点得稍微快一点 就会摔倒 可是偏偏需要双击 才能够跑动起来 否则只会慢慢走 你可以想象到操作 有多难受了吧 不仅如此 她还有体力的限制 跑着跑着 画面的边缘开始变红 说明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如果继续跑 最终她就会赖在地上不动 进入彻底僵硬的状态 除非剪刀怪离得很远 否则此状态下必死 所以被追的时候 还是得眼观六路 柜子 床底 货架子后面等地方 很多都是可以用来躲藏的 躲好之后也别忘了掏出手机 你懂的 于是不要慌 先发个朋友圈再说 当然并非所有的躲藏地点 都是有效的 比如这个地方有一排洗衣机 躲进洗衣机里行不行 显然不行啊 这么大的玻璃门 从外面不是一眼就看到了 游戏的画面各种穿模 玩法也停留在90年代 但这位剪刀怪的思维逻辑能力 显然是与时俱进了 不会拿着剪刀 歇斯底里的敲玻璃 洗衣机嘛还是会用的咯 再见 剪刀怪是不死之虚 但作战能力并不强悍 当初游戏发售前 曾在宣传片里 反复出现女主用灭火器 吓跑剪刀怪的情景 并强调万物皆可用 结果真的玩到后才发现 整条船上到处都是灭火器 可唯一一个能够拿起来使用的 就是眼前的这一只 其他所有的灭火器都是摆设 怎么点也没办法拿起来 所谓的万物皆可用 不过是个噱头罢了 大多数时间还是得跑加躲 莫妮卡的剧情其实不长 跟怪物周旋了半天后 会在甲板上遇见埃里克 也就是刚开始不停捡东西的 那个服务员 她说这一层太危险了 必须用应急神梯 爬到船的另一层 也许会安全些 反正不能坐以待毙 莫妮卡听了之后 觉得很有道理 跟着埃里克一起去爬梯子 本章也戛然而止 这里和说件好笑的事情 我在玩的过程中 曾去吃了个饭 游戏没有关 回来后 竟然触发了个奇怪的结局 来到甲板 看到的竟然不是埃里克 而是三个面具男 他们把莫妮卡扔进大海 接着水中 又隐约浮现出一张面具怪的脸 Game Over 我猜可能是有个隐藏的时间限制 一旦拖得太久 就会触发坏结局 问题是 游戏有自动存档功能 无论我再怎么读取之前的记录 都必定会触发 扔进海底的结局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新开游戏 从头再打一遍了 莫妮卡的冒险暂告一段落 镜头转向另一边 甲板上 包括埃里克在内的两名服务员 正在跟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对话 她叫雷纳德 是名大学教授 此时的船上 已经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件 除了剪刀怪杀人之外 还有不少人 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雷纳德正在跟眼前的两人 分析着各种可能 忽然瞥见不远处的小岛上 出现了火光 三个人当即决定过去看看 毕竟船上的通讯设备 全都失灵了 总不能坐以待毙 任何求救的可能性都得把握住 这老教授也是厉害 居然叫两个年轻力壮的服务员 留在海滩上 他自己孤身一人 进入密林中一探究竟 这里有一大群戴着面具的怪人 守住每个交通要道 一旦被发现了就立刻game over 利用高超的潜心技巧 外加一点智慧 老教授避开所有人 进入到屋子里 开始调查此地的情况 从一些文献记录可以得知 岛上是某个邪教的老巢 该教派已经有至少200年的历史了 他们不停地袭击往来船只 绑架船上的人 可能是为了做实验 或者发动仪式吧 在一个被栅栏围着的山洞里 有个大坑 里边全是人 他们无法交流 形同僵尸 有可能就是之前被抓来的乘客 显然目前邮轮上发生的事情 跟这伙人多半脱不了干系 另一间仓库里有面镜子 能够清晰地看见某个奇怪的东西 正在身后虎视眈眈 可回过头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镜子在钟楼一里也有出现过 算是个致敬元素吧 当时女主跑过去 可能会从里边伸出一只手 直接插住她的脑袋 还蛮搞笑的 正确的做法也很简单 抄起个东西 把镜子打烂就完事了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回头没走几步 就会迎来Game Over 教授在随后还找到了一台收音机 利用CH16这个国际遇险求救频道 真的跟外界取得了联系 救援队已经行动了起来 心里顿时踏实了些 但岛上能挖掘的秘密还有不少 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里 他发现了个眼球 从屋子的环境又可以判断出 十有八九是这伙人的头目居住的地方 教授赶紧发信息 通知船上的人 留意一下有没有毒眼龙 那人可能就是邪教的头目哟 不要觉得奇怪 游戏里所有人的手机 都是处于能够通讯 能发朋友圈的状态 但偏偏无法向外界求救 跑到一个大厅当中 赫然看见口棺材 从高处俯瞰整个大厅 会发现棺材旁边的地板上 画着类似船的图案 教授顿时感到振振寒意 这伙人很可能只是在岛上 演练某种仪式的过程 最终的发动地点 多半还是在自己乘坐的那条大船上 而打开棺材后 发现里边关着的 竟然是船上乘客之一的杰罗姆 此人也是教授的朋友 估计是邪教徒趁着混乱 从船上把他给绑架过来的 好在只是昏了过去 并没有死亡 教授不敢耽搁 立刻扛起杰罗姆 跑到海岸边 跟两名船员一起 大家乘坐救生艇 准备先回到大船上 毕竟通过刚才的调查 可以比较清晰的得知 一是邪教头子多半就在船上 二是某种邪恶的仪式 可能已经在酝酿当中了 无论如何 也要回去组织起船上的游客们 好共同应对 可是就在快要接近大船的那一刻 某层当中忽然发生了大爆炸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之间 老教授的眼前出现了面具男 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画面一转 第三位主角登场 他叫罗尼 是胖教授的学生之一 同时也是游戏里的最后一位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 三位主角冒险的时间线是有重叠的 罗尼的故事开始于晚上的六点 此时剪刀怪和邪教徒都还没出现呢 仓内气氛轻松 罗尼和教授的朋友杰罗姆正在闲聊 名字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就是第二章当中 那个昏迷在棺材里的家伙 直到此时才能看出 原来是个谈吐得体 温文尔雅的帅哥 不过斯文败类很多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就严重怀疑刚才在船上戴面具袭击教授的 并不是看似嫌疑最大的服务员埃里克 反而是这个杰罗姆 当然了 此时的他还没有经历 后来被绑架的那些破事 女主跟他聊了一会儿 觉得有点凶梦 就跑到外面透透气 罗尼是个有着严重心理疾病的人 他小的时候 跟一个朋友在船上玩耍 那个小孩子心眼坏 想趁着罗尼捡东西的时候 把他一把推进水里 结果反而自己失足掉下去 嗝屁了 这件事让罗尼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经常会想不开 此刻小女孩的鬼魂似乎又出现在他面前 怂恿他跳海 好在杰罗姆及时赶来 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杰罗姆随后发出邀请 希望在自己的房间里 进一步开导安慰对方 罗尼稍微犹豫的下话还是去了 主要是杰罗姆看起来真的特别好 而且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两人之间互相产生出些许的好感和信任感 事实上他们也真的就是在房间里面聊聊天 没有什么暧昧的桥段 聊了一会儿后 杰罗姆说肚子有点饿 出去点些吃的来 女主等了一会儿 忽然听见卫生间里有流水的声音 打开门一看 坏了 剪刀罐又来了 随后将迎来一场极其艰苦的逃跑战 第三章的地图 比前两章要复杂的不是一心半点 逃跑的途中遍布服装店 托儿所 卫生间 客房等地点 但是想要成功的躲藏真的很难 要么是躲的时候忘记关灯 被剪刀罐从床底下拖了出来 要么是跑得太久 没体力了 被追上来咔嚓 婴儿房里还能见到个木偶 这颗破东西居然飞起来攻击我 真的是越来越玄幻了 我被木偶搞死了两次 第三次才发现 原来在他发动攻击的同时 我们需要点击的是右边的这张橱柜 才能破解攻势 同时婴儿房里还有个好东西 就是进门地方的这个垃圾桶 趁着剪刀怪进门 躲在后方的女主将垃圾桶套在剪刀怪的头上 这一下相当关键 让剪刀怪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出现了 此时船上的人并没有像很多恐怖游戏里那样分散开来送死 他们都集中躲进了货舱里 这一点很真实 罗尼进去后发现教授并不在躲藏地点 加上另一个同学莫妮卡也不在 想来想去后 她还是决定继续去寻找同伴 哎 是的啊 莫妮卡也是老教授的学生之一 在找人的过程中 剪刀怪再次出现 但她选择现身的地点是一条淹了水的走廊 刚好在水池边上就有根断裂的电线 那没你什么事了 继续回虚空中待着吧 罗尼不知道是能力强还是运气好 在随后的搜救过程中 陆续找到了教授和莫妮卡 教授可能是被邪教用来举行了某种仪式 身体割裂 器官裸露 仅凭眼前的机器吊着一口气 罗尼忍住悲伤关掉了机器 不让教授继续受苦 莫妮卡则是在一个集装箱里头 她浑身都是细密的伤痕 好消息是精神还不错 应该死不了 教授在岛上的时候 曾经给学生们发过信息 告诉他们要注意独眼龙 而莫妮卡在游戏开头的地方 见到过船老大维哥 正好就是个独眼龙 莫妮卡当时还帮她找了根火柴 煮了她的那只假眼球 大家核对了下 瞬间都是心里一搁瞪 船老大对自己的船肯定是无比熟悉 她如果真的是邪教头子的话 那可就凶多吉少了 事情跟想象的一样 来到中间的舞厅 发现船上的游客们都被做成了牵线木偶 包括躲在货舱里的人也不能幸免 全都被杀害掉了 而做这一切的果然就是船老大维哥 游戏里又不止一种伪结局 或者叫坏结局也行吧 想要看到真正的结局 那么之前必须要去到 类似办公室一样的地方 读一些被翻译过的文件 从而得知了维哥的秘密 心里上有了更多的防备 才能在舞厅里见到他本人 罗尼也没有打算束手就擒 可一个人突然出现 把他抱住 从声音能够辨别出 此人就是之前表现的 温文尔雅的杰罗姆 他已经成了维哥的帮凶 剪刀怪也很应景的从前方出现 缓慢朝着女主的方向走过来 他果然也跟维哥是一伙的 危机时刻 莫妮卡突然杀了出来 一棍子打倒了杰罗姆 可还有个剪刀怪呢 这家伙可不是一棍子能够解决的 两个女主跑到门口 发现门被紧紧的锁着 根本打不开 这段演出我是真的特别无语 门既然打不开 莫妮卡又是怎么进来的 穿越进来的吗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还要离谱 面对咄咄逼人的剪刀怪 罗尼灵机一动 他之前从维哥的办公室里 找到颗假眼球 也知道维哥用来控制剪刀怪的 实际上就是那只假眼 于是咬咬牙 把自己的眼珠子扣了出来 再把假眼给塞了进去 徒手挖眼珠啊 还能不能更夸张一点 这眼珠子拿在手上不行吗 非要装进眼睛里才能够控制怪物 再说了 维哥的眼珠子也还在啊 怪物左看看右看看 最多也就是保持个中立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只听你的 不听维哥的呢 就因为刚才的几句台词嘛 这剪刀怪跑得如此之慢 讲道理啊 维哥沿着房间转圈圈也能躲掉 可他偏偏不躲 一屁股坐在地上 赶紧把戏演完 救援直升机在不久之后 发现了这条船的踪迹 两位女主终于获救了 液体的故事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 很多的事只能根据游戏里的各种资料去猜 普遍认为 剪刀怪就是刚开始看到的那个服务员埃里克 这一点基本上没什么争议 埃里克在人类形态下应该是正常的 他只是受到某种刺激才会变成剪刀怪 去网上看了下 说变身的条件是水和鹅子 剪刀怪状态下的他就只剩下了杀戮本能 没有一丝人性了 而另一个男主杰罗姆 同样是维哥的儿子 他是在养父家长大的 刚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但是被维哥派出的人抓到岛上 进行了某种仪式 之后脑子就彻底坏掉了 在第二章结束的地方 此人戴上面具 袭击了老教授 变成了维哥的帮凶 看完是不是倒吸一口凉气 维哥们是邪教头子 埃里克们是剪刀怪 杰洛姆们是精神分裂 罗尼们是神经衰弱 整条船上全都是非正常人类 不说事才怪了 另外还有一堆的事情未能解答 包括维哥干这一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也没有明说 网上能查到不少资料 有兴趣的哥们可以自己去找找 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我本人最感兴趣的 还是那个斯蒂姆刷好评事件 这件事情当初还是有点热度的 可是调查的结果究竟怎样 我却根本搜不到 有了解后续情况的哥们 还望留言告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